台湾网红搭配北京政府 在中国社群软体抖音微博上 发布影片 宣称只要拿着台胞镇 就可以搭上撤侨专机 离开乌克兰 又是祖国又是母亲 讲到机动处 只差没有掉眼泪 趁着乌俄大战 中国加强对台 任职作战 只是如同复制贴上的统战样板 台湾人还吃这套吗 来自中国的假讯息 无孔不入 行政运长苏贞昌 指示各部会及时掌握 立即澄清 但资讯站重要 网络站也不能轻糊 一旦海底电缆遭破坏 网络被中断 台湾应如何因应 现把就有委员提的 应该是低轨卫星 马斯克 低轨卫星 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等行政院 怎么说 你给我说时间表 我们配合行政院的旗程 这个事情 乌克兰 我们学到功课 网路非常重要 是 当然 他会恭喜网路 时代演进 资讯战在国家战争中 扮演重要一环 做好准备因应任何可能威胁 不光只是政府部门的任务 台湾民众同样得要谨慎面对 新新闻理事前检议林采访报道